工作啊或者是长时间可能有时候没有发品在头发上 这些对你来说你是不是会不会因为工作压力或者是太忙碌 就忽略掉头皮的护理 应该说大家都会注重到脸部身体 但是其实常常忽略的就是头皮 我自己本身知道这个痛苦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头发上的产品会有很多不同的发品 那些发品当没有去清洁干净的时候 你不管再买多好的护发产品你的发质都不会是漂亮的 对 所以我觉得那个毛孔的头皮清洁跟护理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是 尤其是我们刚刚在里面也听到的经文跟大家分享 你觉得有可能不卸妆直接洗脸吗 当然不可能 对 哪有那么傻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像有些女孩子她可能没有概念就直接护发 对 人家头皮都没有注意 那我觉得那个效果一点都不好 是 而且重点是你看我们的头皮啊 大家都会觉得说我把这个发尾弄得没有分叉 然后看起来很柔顺 这就代表我的头发很健康 但是都没有忽略到这个我们这个头皮里面 尤其是卡在毛孔当中的很多的深层的这个脏污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 大家都会觉得说 呃 使用了有关于就是这样彻底清洁的这个产品之后 会不会让自己的头皮可能会过于干啦 或者是更有就是痒的感觉 你使用完他们的新品之后你的感觉呢 其实海伦仙路斯这次的新品让我觉得很惊艳 就是因为他有爽肤 对 然后他会让你觉得在护理上面来讲都可以达到效果 是 你不用担心说 当他清洁完头皮太干涩 然后他没有任何的保养全分 他里面其实都有做到爽肤的作用 没错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个后面的大背板哦 还有我们这个呃 现场的这个布置都有特别强调 这一次呢 还有